三十二爐七開抓起粉漿 用力抹一張張薄乳紙的潤餅皮成型 彰化北斗這間潤餅皮老店開賣 阿伯拿了黑色塑膠袋 一口氣買了六斤多 有年了 我幾個小時 今天有什麼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今天我拿三人 今年家中幫手 以第四代 第五代為主 我們是在幫忙吃 然後開始慢慢學 學粉漿拉麵團 從五爐開始一直慢慢到十六爐這樣 家族成員總動員 因為今年人力時薪 從一百六十八元 漲到一百八十三元 去年請了三個員工 一個月 半個月下來大概要三萬多 那因為今年的時薪又上漲 所以必須就是由自己的小孩 要辛苦一點 做兩人份的工作 就怕潤餅皮跟著漲價 民眾吃不消 因此今年維持動漲 另一間位於台中 飄香一夾子的潤餅皮店 老闆娘毅然單挑六爐 一抹二揉三擦瓶 平均製作一張餅皮 約二到三秒 潤餅皮也不敢漲價 說市場 這邊的市場是上班族的 我就動漲 也是一斤一百二沒有漲價 老闆娘說 預計清明節這週 會做到三千斤左右 連兒子都大喊 體力吃不消 看著他說 媽媽我要躺一天 沒辦法動了 最近食安風暴連環燒 餅皮售出時 店家也會叮嚀保存方式 確保食安沒問題 3D新聞許淑瑋 江俊陽送給我們